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一個經理人 帶兩個女孩 經理人是男人 不要理她組不組合 總之兩個女孩是藝人 去馬拉出租 她住一間酒店 那個地方叫做 慣彈 兩個女孩在同一間房 她們回了房 A女孩就坐在床上 坐在自己的床上 看著電視機 看電視 B女孩 就去洗澡 她就坐在看電視 A女孩 坐一坐 突然動不到 全身都動不到 所有關節都不能動 只有眼珠可以動 只有眼珠可以動 她就滾來滾去 左右左右 她就看到窗 看到窗 窗口 有個黑影 小小 在窗口外面 她就說 她看著黑影 黑影越變越大 越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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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變大 黑影 大到 大到 控到她前面 大到控到她前面 然後一下子蓋在她身上 一直長期動不到 只有眼球可以動到 但她掙扎又沒用 說又說不到 十多分鐘 B女孩洗澡完 她就一坐在床上 一坐在床上 然後A 即是不能動 突然就立即動到 她的手在用力 因為她動不到 她動到她 一下子就打了下去 B女孩 打了下去 然後她就拍了下去 然後很大力地拍了下去 B女孩 你瘋狂的 這麼大力打人 無緣無故 這樣 這樣 A女孩就說 不是呀 不是呀 有鬼呀 然後立即衝出去 就走到經理人的房間 跟經理人說 我發生了一件事 經理人就說 我沒事 我沒事 這樣 然後她說 回去睡吧 B女孩 回去睡吧 那兩個女孩回房間 這麼勇猛 可能經理人陪她們 或者怎樣 總之 whatever 沒事 經理人就說 我知道為什麼我沒事了 因為我今天 在街上 有些店舖 買了四隻鯊魚牙 鯊魚的口 那些鯊魚 那些鯊魚 她說她買了四隻鯊魚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沒事了 因為那個人都說 這些可以辟邪的 這樣說 還要辟邪得很厲害 然後她還要做事 還要做事 之後 那經理人就分了兩隻 她買了四隻 她分了兩隻 放在那兩個女孩的房間 然後就真的沒有見過 那兩個女孩就真的沒有見過任何其他東西 這個故事 故事就這麼短 就很碎了 不敢再睡 就很碎了 混吃啊 是不是 就是可能 還有 這兩個妹妹仔 是那些 我想很細小的 那些 就是很細小的 沒有牙力 那些 你以為容祖兒 容祖兒買起整間酒店 都可以 是不是 我給錢 是不是 買一句 你想想 杜先生 去馬拉做事 你想想 她那個製片 租了那個地方 給她有鬼 她都不能住在別處 何況那些小女孩 這個故事就發生在兩三年前的 7月14日夜晚 小巴司機 她是開六頂的 開六頂小巴 那開哪條線呢 尖嘴黃布 那條路頂的那條線 那天晚上 11點多 即是她說她11點多 即是剛剛 搭到正 搭到正 如蘭折 她在總站開車 等開車 其實這麼晚都沒有什麼人 不過她是很留心地玩Facebook 即是很留心地玩電話 按手機 未開車的時候 我不是說她在開車 她在玩手機 其實如果有人上車 她都會自動嘟巴達通 都會嘟一聲 對不對 她就記得沒有嘟過巴達通 即是沒有響過那一刻巴達通的聲音 接著她就看一看 然後就不知道怎樣 夠時間 接著要開車了 要開車了 她就關門開車 這樣就開了 她就有聽三機的習慣 即是臨上火車站的時候 電台那兩個主持就說 我們也就不做了 接著現在就 現在又 撞正今天如蘭折 我們玩大一點 不如 播禁歌 接著 節目主持就播了鬼新娘 接著司機就繼續開車 接著 接著首歌播完 播完 突然間她又聽到鬼新娘 聽到在後面 有些聲音 她就聽到好像手機上 播出來的效果 她說她另一靈著臉 原來有個人在後面 原來有個客人在後面 她的手機就在播出鬼新娘的歌 她就不以為意 好東西 繼續走 接著她就說 走到大酒店那裡 那裡附近 那個客人就說 司機前面有落 她說在那間 衛康那裡停下車 接著 她就一開門 看著她下車 接著她就看右 看左鏡 一看左鏡 一看左鏡 沒有了個人 不見了個人 瞬間就不見了 那你關上門 我看左看右 那片鏡應該看到客人 下車 即是她在車旁邊 理論上 她就說 沒有理由 那半秒就不見了 一個人 哇 閃了去哪裡 有沒有這麼快 回到黃埔總站 那時候 她就停下車 其實她就說 其實我說車要有車鏡 車鏡拍著車廂 她就按照檔 出來看 其實那整輛車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跟著呢 她就做了一個舉動 她就馬上打電話 去那個恐怖節目 播鬼新娘 那個電台 然後整個故事 告訴她 那我現在馬上打電話 給你們 就告訴你們 是遇到這些事 然後她說 那個節目主持 你先吸夠她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主持 馬上吸我 我頂你呀 那阿昌呢 她就是一個音樂人 去了她的朋友 在那裏 那裏 聊天 就叫了 三幾個朋友 一起上去聊天 聊天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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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她一去到 她的朋友 那裏 坐下 聊了兩句之後 她就覺得很不舒服 即是阿昌 她已經覺得很不舒服 接著就 她好像 她的頭 她的頭 好像有些東西 被東西 摘住了她的頭 即是 摘住了她的頭 接著她的頭 很痛 即是她感覺到 好像被些 被些重的東西 摘住了頭 總之很辛苦 很痛 但是 那你都要聊 聊天 但是 聊到沒有多久 她忍了一會 然後她就說 喂 不行 很不舒服 不如今天聊到這裏 下去吃東西 好嗎 即是有點餓 大家都聊了那麼久 不如下去吃東西 整班一起走 然後下去樓下 吃宵夜 但她們到樓下 阿昌 她就沒事了 即是她一到樓下 坐下 在茶餐廳 就沒事了 沒事了 頭又不痛 OK OK 這樣吃東西 然後她就 沒事了 不以為意 可能不舒服 有東西 頭痛 過了兩三日 過了兩三日 她就回自己的Studio 那裏做事 這樣 這樣 做做下 突然間 背脊 有一陣風 吹她背脊 然後她就 唉 這樣 打打冷陣 然後她就轉身 她轉身 看看後面有什麼 因為其實她不應該 那位置 她不應該有風吹她背脊 即是吹她後面 應該不會有的 她下意識地 轉身 看一看 就沒事了 那一把椅子轉回來 一向前 那部電腦關掉 就很可憐 對嗎 還在做事 大佬 一聲關掉 你慘了 那見鬼 我告訴你 然後她就 即是她立刻 什麼都不可憐 不可憐 這樣 就立刻 砰 桌子 不可憐 什麼都不可憐 根本就能忘記了 什麼人 什麼老發風 梁風吹她 全都忘記了 算是你 沒錯 我的自己在弓 還沒 還沒有 還要保留 接著她á 就立刻著重大事 好 然後就是 逐دا 接著 接著 快要重新 接著 接著去廁所 之後去廁所 安 enough 靈效 再重新 又過了 接著 又吃了 不肯做了 走 發脾氣走 他可能第二次認識了 他開始覺得有些 有些警惡 他就想回 剛才有浸涼風 然後又認識了 去完廁所回來又認識了 他又有點害怕 然後他就發脾氣走了 今晚就不做了 第二天睡醒 一睡醒 一睡醒又一睡醒 他繼續在做 混合 你知道音樂人他會 聽自己剛才 彈過的東西 接著聽一聽 他會帶氣風 然後他玩自己的首歌 一玩到某一個位 他就聽到有把女人聲 哼 哼哼哼 這樣哼哼哼哼哼 他的歌 接著他就逐一條 他看哪一條 有事 可能他又 又按了一些 sound effect 不知道 可能以為自己 其實你彈都可以彈到一些 女人聲出來 以為自己按了一些 sound effect 他就逐一條 找到那把女人聲出來 他找完之後 找不到那把女人聲 開完之後 再重新聽一次 又沒有了 又沒有了 接著他就覺得 這陣子已經很古怪 這陣子 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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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我 他已經知道自己 他覺得自己有些事 究竟我是頑聽 還是有精神病 他已經這樣做不到 他就說不行了 我要睡幾天才行 回家 然後睡幾天才行 不行 這次要休息幾天 等個人精神一點 再開工 真的隔幾天 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他就 日子 回到自己的工作室樓下 看間看到他 喂阿昌 喂 怎樣啊 阿王伯 然後阿王伯就說 喂 阿昌哥 你有個朋友 來了幾次找你 你這幾天都不回來 他本身自己有沒有找你 有沒有打給你 那些 然後阿昌就說 朋友 什麼朋友 阿王伯就說 是啊 那個女生 你上個星期 經常跟著你回公司那個 然後阿昌就說 什麼跟著我回公司 然後阿王伯就說 有個女生經常跟著你 跟你一起回公司 我明明看到他跟著你 你還未進行電梯 即是跟你一起走進大廈 一起搭電梯上去 一起出電梯的 這樣 但你這幾天 你這幾天沒有回來的 他一個人走來找你 一個人走來 然後就進行電梯 然後去你那層出電梯 然後他見不到你 然後他自己搭電梯下來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叫他 他又不回應我 然後阿昌就說 喂 其實你看到這個人是什麼樣子 然後他就說 長髮髮女生穿著一件紅色衣服 有天都跟著你回來的 我以為他是你的朋友 阿昌就 膏底爆了 然後他怎麼收拾呢 阿昌 最後就找師傅回來 搞定了一件事 然後他才可以 才可以 回去做事 即是才可以做到工作 原來他就是在 他的朋友的工作室 帶走他回自己的工作室 跟了他回自己的工作室 這樣